女朋友和我结婚前三天 我以她家公司破产为由 和她解除婚约 后来她成了女首妇 想方设法和我结婚后 却一个月包养一个小鲜肉 让我颜面扫地 说就是为了报复我 让我尝尝她当年所受的痛苦 可我平静地接受一切 从不打扰她的好事 这让她生气异常 她却不知道 我快要死了 目的给我定好了 助理打电话过来时 我直接开口问 电话那端片刻的沉默后 才回答 林总定好了 真的不告诉夫人吗 我自嘲一笑 沦落到自己给自己选目的 我只怕是读一份的 望着墙上和江玲玲的结婚照 我闭了闭眼 肯定道 恩 一切都先保密 你让律师给我 你定一份离婚协议 我 话还没说完 门口突然传来书密码的声音 我愣了一瞬 意识到是江玲玲回来了 被电话那头说 先挂了 后续发消息给你 挂了电话 我急忙把桌上 大大小小的药瓶子 扫进抽屉里 生怕被江玲玲看到担心 做完这一切 我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我这是在做什么 这栋房子是结婚之前 江玲玲买下来作为婚房的 当时看到这栋房子时 我很开心 幻想能和江玲玲在 这栋房子里 过上幸福平淡的生活 偶尔做做饭 一起坐在客厅看电视 打闹 可是我忘记了 早在我当年跟她提分手的时候 我们俩就注定幸福不了 江玲玲跟我结婚 只是为了报复我 我们结婚三年 她从来不会在这里过夜 更别说翻看东西了 哪怕我现在 把那都要放在她面前 她都不愿意看上一眼 所以我刚才的动作 纯属多余 我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笑 身后响起脚步声 伴随着一道年轻的男生 喂 灵姐 这是你请的男保母吗 听到男人的声音 我皱了皱眉 面无表情地转过身 这才发现江玲玲身后 站着一个男人 男人看着很年轻 质嫩白净 穿搭时尚 一身意气风发的少年气 估摸不过刚大学毕业的年纪 这是江玲玲最喜欢的 小狼狗类型 男人的手搭在江玲玲的腰上 另一只手还替她拎包 我不禁放缓了呼吸 因为心脏处传来剧烈的疼痛 伴随着我每一下呼吸 疼痛就加深一分 江玲玲看了我一眼 冷漠道 哦 这是我老公 我神色平静 毕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早就习惯了 心脏痛得麻木起来 我问 你要和她在家里过夜吗 那我出去 说完 我拿起桌上的车钥匙 准备大方地把空间留给她们 听到我的话 江玲玲的脸色瞬间沉下来 她勾着男人的脖子 点脚轻了一下 语气温柔暧昧 乖 先去主卧洗干净 床上等我 男人殷勤地低头轻回去 好 快点哦 我站在那 像个局外人一样 看着他们亲热 结婚三年 江玲玲为了报复我 会带不同的小鲜肉回来 看我脸上没有她想要的反应 就换下一个 没有一个能超过一个月 但这个男生我看着眼熟 记得他叫顾星辰 跟在江玲玲身边三个月了 想来这次江玲玲是动真格了 我虽然还是心痛 却觉得这样也好 起码在我死之前 能看着江玲玲找到新的爱人 也算了却我一个心愿 顾星辰亲完江玲玲 经过我身边时 假装不经意地 往我肩膀上撞了一下 这一撞带着十足的挑衅 我一下子没站稳 往周边亮相了两步 碰倒了水杯 玻璃飞溅 直接划破我的手掌 一下子流血了 第二张绿茶男 顾星辰慌了 一脸无故地对江玲玲说 林姐 我不是故意的 我没有撞她 是她自己没站稳 江玲玲看也不看我一眼 拉着顾星辰的手 安抚道 我知道 你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不用担心 这边我来处理 你先上去 她让顾星辰去房间后 才转头看我 眼神带着不耐烦 林玉峰 你装够了没有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看我带人回来 故意想到的大家都不同款 我愣住 掌心的疼不及心理的半分 刚才明明就是顾星辰 故意撞过来的 她看见了 却还是无条件地 维护那个人 我忍不住苦笑 她从没这么维护过别的男人 看来江玲玲对她真的伤心了 伤口还在不停流血 我把手掌藏进袖子里 语气淡定 你想多了 我不小心而已 我又没说是她干的 我本来想走 但是想到顾星辰表面人处无害 实际颇有心机的性格 忍不住想提醒一句 我不想让江玲玲 所托非人而已 这个顾星辰配不上你 我开口后 看到江玲玲瞳孔一缩 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情绪闪过去 我来不及看清 她死死盯着我 你说什么 看她这服样子 好像是在生气 我说顾星辰不配的事情 我想了想 也对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满眼都是她 怎么忍得了别人说她一句不好 所以我把心里那些难听话憋了回去 尽量用委婉的说法提醒她 你最好再换个疼爱你的 没 有那么多心机的 林玉峰 你有什么资格对我的人指手画脚 星辰很好 你才见过她一面 你怎么就知道她不爱我 我话还没说完 就被江玲玲无情打断 她继续说 我们在一起那么久 你说会永远爱我 最后还不是说抛弃就抛弃 男人的话一个字都信不得 特别是从你林玉峰嘴里说出来的 你真让我感到恶心 别拿你跟星辰比 你不配 江玲玲见我没吭声 越说越激动 每一句都像刀子一样 往我心窝上筒 我紧抿着唇 意识到是我太多管闲事 江玲玲现在有钱有势 想对谁好就对谁好 反正轮不到我插手 我有些无奈道 那你好好玩 我会去酒店开个房间睡 不会打扰到你们 你不用顾忌什么 啪 我刚说完 江玲玲抬手狠狠给了我一巴掌 震得我半边脸又疼又骂 江玲玲刚才打我的那只手 在微微发抖 她冲我吼道 滚 现在就给我滚 我用舌尖顶了顶背 打的半边脸 好脾气地点点头 好 我拿个感冒药就走 拉开抽屉 我拿了刚才被我扫进去的纸穴药 钻在掌心 一言不发地从江玲玲身边经过 我没有一丝留恋地走出家门 门口的白石灯很亮 我伸出刚才受伤的手掌 上面只是被划了一个小口子 可是过了这么久 依旧血流不止 其实我得了白血病 有凝血功能障碍 只要身体破了一个小口子 这血就止不住 第三章怀孕 血沿着手指往下滴 滴在了地上 我低头一看 才发现身上半边衬衫都被染红了 看着有些骇人 我今天穿的是偏身色的衬衫 幸好刚才客厅没开大灯 只开了沙发那头 一盏昏黄的落地灯 所以江玲玲才没留意到 不过就算她看到了 多半也不会在意吧 患病的事情 我没告诉江玲玲 我不想让她知道 哪怕她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会在意 但我想要的是真心实意的关心 而不是同情和怜悯 我和江玲玲之间早就没了爱 只剩满腔的恨意 我打开止血药 抖了两颗出来 没有水我就深夜下去 苦涩的药味 迅速从蛇根深处蔓延开 当初我被江玲玲逼着结婚时 其实我心里还有几分欢喜 因为我还爱她 我以为结了婚 我就有机会挽回这段感情 结婚后 她没有给过我一个好脸色 还带不同的男人回来刺激我 也从不关心我 可是我没有半点反抗 我知道她恨我 所以任由她报复 但我却对她温柔以待 会在她一个电话时 冒着大雨天去接她 会在她露出头疼的表情时 替她按摩 也会做一桌子她喜欢吃的菜 等她回家 可惜 这几年 她没吃过一次我做的菜 我总是等到菜凉了 热了又热 直到深夜 她还没回来 我才死心地把菜盗了 就算她这么对我 我也没有半分怨言 我想着等她消磨了恨意 总有一天能看到我的好 可惜 我低估了江玲玲对我的恨 三年了 就算一块石头也该捂热了 我更没想到我会得白血病 我快死了 再没有机会让她原谅我 重新爱上我了 开车找了家酒店 我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伤口已经不流血了 可是心脏却闷闷地疼 刚才办理入住时 前台小姐看我手上有伤 给了我几个窗壳贴和点敷 贴心地叮嘱我伤口要消毒 连陌生人都会关心我两句 江玲玲却不会 所以我觉得我们之间 一点可能都没了 而且我现在所有的力气 都用来治病了 我累了 没有力气在跟之前 一样成朽成朽地等她回家了 我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早去医院化疗拿药 我刚进大厅 就看到顾星辰 搂着江玲玲往妇产科走去 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什么 神识鬼差地跟了上去 顾星辰护着江玲玲 贴心地让她先进门 她侧头时正好瞥见我 她转过头来跟我四目相对 顾星辰眼神挑衅 无声地张了张嘴 我跟她之间有点距离 但是我看出来了 她那口型说的是怀孕两个字 挑衅完顾星辰就进门了 我的脸色刷一下惨白 我以为江玲玲 再怎么跟不同的男人在一起 她心里有数会做好措施 不会到怀孕这一步 现在我才知道我错得离谱 之前我还觉得我这么快就死 是件挺遗憾的事情 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 现在突然觉得死了也好 起码不会这么难受 第四章小三 我的心痛得厉害 我靠在墙上 大口大口的呼吸才有所缓解 我应该立马离开的 这个场景太伤人了 可是我偏偏不死心 固执地站在原地等结果 等江玲玲出来 我要听她亲口告诉我她怀孕了 我不相信顾星辰 应该是要进行检查了 顾星辰被护士告知要出去等待 她带上门出来 朝我走来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冷冷地逆了她一眼 没回答 昨晚她害我受伤 是将玲玲替她说话 这会儿她见我不说话 以为我好欺负 更加变本加厉起来 你不会不知道 玲姐怀的是我的孩子吧 孩子已经一个多月了 难怪玲姐不再见你 你又穷又老 不过是个吃软饭的老男人 你拿什么跟我比 其实我不丑 如今也才三十岁出头 只是生病后 我受了许多 整个人的精神也大不如之前 懒得收拾自己 所以看起来多了几分憔悴 不是我自恋 前几年的时候 我比顾星辰帅多 她站在我身边 也只能当个小配角的程度 我的帅气是公认的 否则当年将玲玲 也不会在人群中一眼看上我 顾星辰自顾自的炫耀道 玲姐说等孩子生下来 就给我在市区买房子 说不定我哪天哄玲姐开心了 把你现在住的房子 送给我也不一定 我闭上眼睛 懒得搭理她 我觉得她很吵 什么房子什么钱 我一个快死的人 我压根就不在乎 见我不搭理她 顾星辰觉得 自己的男人尊严 受到了挑战 她推了我肩膀一下 喂 你什么意思 没听见我再跟你说话吗 你不过就是玲姐 养在家里的一条脏狗 看着就恶心 听说你们结婚三年 这三年 你跟玲姐见面的次数都 没有我待在她身边的时间长吧 男人要是活得像你这么失败 就可以去死了 你怎么不去死 你还有什么脸面 活在这个世界 我不是没有脾气的人 只是我懒得跟她计较 可是听到她诅咒我 我受不了了 我对准顾星辰的脸 狠狠砸了两拳 顾星辰被我打猛了 我揪着她的衣领 用手肘抵着她的脖子警告 你一个大男人 可以靠着女人花钱 但是不能那么绿茶 又当又利 我看着都恶心 年轻帅气的男孩有的是 我随便找一个往她床上送 她照样来者不拒 你以为江玲玲是真的爱你 她真的爱你 怎么还舍得让你当小三 她应该马上跟我离婚 让你进家门才对 只要我们一天没离婚 你就是人人喊打的小三 只有我能光明正大地站在她身边 检查室的门打开 将玲玲溢出来就看到这一幕 立马冲过来 一把推开我 林玉峰 你干什么 我猝不及防 后背一下子撞上旁边的墙壁 后背疼得要散架了一样 这身体真是越来越经不起折腾了 将玲玲拉着顾星辰的手 心疼地查看她脸上的伤 低声哄了几句 然后转过头来 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始指责我 林玉峰 你闹够了没有 第五章过往 这里是医院 江玲玲居然这么相信顾星辰 她明明知道 我不是会轻易动手的人 除非被惹急了 现在 她却无条件地维护顾星辰 我气得手指发抖 大声骂回去 江玲玲 你出轨给我戴绿帽子就算了 现在还要给小三生孩子 你真当我没脾气吗 她知三当三 就算我今天把她打残了 也是她活该 我说得太激动 眼前一阵眩晕 身形亮强了一下 我急忙扶住旁边的墙壁 踩绵墙稳住身形 眼前发晕的时候 我并没有注意到 江玲玲愣了一下 她好像要说什么 却被顾星辰紧紧拉住了手 顾星辰红着眼眶 深情地对江玲玲告白 玲姐 我可以挨打 我不怕疼 我只怕不能跟你在一起 玲姐 我爱你 哪怕我一辈子 都要被这小三的骂名 我也无所谓 我愿意为爱当三 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我不在意名声 只在乎你 玲姐 你不要抛弃我好不好 顾星辰白情俊俏 一边说一边掉眼泪 哭起来 带着几分可怜兮兮的劲 一下子就把江玲玲哭感动了 江玲玲有些动容 摸着她的脸 宠溺到 顾星辰 你是笨蛋吗 哭得这么可怜干什么 我又没说我不要你 放心吧 没人能把你从我身边赶走 这几句话 不禁让我有些恍神 大学时 江玲玲是大学里 出了名的富家女 而我只是一个穷小子 在一次和外校的篮球赛上 她对我一见钟情 跟我要了联系方式 后面时不时约我出去 一开始 我因为两人的身份差距 对她一直保持距离 后来在她不停的攻势下 还是忍不住心动了 她说我是她第一个 主动追的男生 她说这句话时 乌黑的眼睛亮晶晶的 我忍不住在月光下吻了她 后来我们恋爱的事情 被她家里人知道 她父亲要我们分手 江玲玲死活不肯 被家里切断了生活费 她爸也是真舍的 对唯一的女儿 一点生活费都不给 说我们什么时候分手 她什么时候挤动银行卡 江玲玲没有屈服 我一个月 只有不到500块钱的生活费 养活我们两个人 有一次到月末 我们穷得只能两个人 吃一包泡面 当时江玲玲对我说 林玉峰 跟你在一起 就算吃泡面我也愿意 我这辈子从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泡面 我爸反对没用 大不了我离家出走 没有人能把我们分开 林玉峰 我们要一辈子在一起 其实跟我在一起之前 江玲玲压根就没吃过泡面 跟我在一起后 吃了不少苦 却还能笑得那么开心 往事浮上心头 只不过现在的主角 变成了顾星辰 心脏传来破裂一样的疼痛 我盯着两人 食指相透的手指 目自欲裂 差点想冲上去 把两个人分开 可是我硬生生忍住了 第六章一百万 江玲玲能对顾星辰 说出这种话 就证明她动真心了 我知道 她这回是认真的 其实爱上顾星辰也行 她至少有张脸能看 起码顾星辰 为了钱也会对江玲玲好 不像我 当初伤她至身 过去了这么多年 她对我的恨一点都没少 两人满眼都是对方 看着十分刺眼 我不想看着两人 在我面前秀恩爱 我冷静下来 冷笑道 江玲玲 你这么在乎顾星辰 不如直接跟我离婚 跟她结婚 只要你开口 我也愿意成全你们 我语气一顿 我可以离婚 但你要给我一百万 江玲玲现在是首富 一百万对她来说 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对我来说也不多 但是要我主动离婚 我总要拿走点什么东西 其实我名下 有两家科技公司 当年我正好 站在科技的风口上 吃了不少红利 我的钱不比那些上市老总少 我甚至还买了 江玲玲公司不少股份 让人给她介绍资源 当年江家破产 她能快速东山再起 少不了我的幕后支持 但她不知道那个人是我 她一直以为 我只是朝九晚五 拿着固定工资的普通社畜 这些年 我的身份一直隐藏得很好 正当我思绪纷飞时 江玲玲开口 把我的飘远来的思绪 拉了回来 江玲玲一字一句地对我说 你要钱可以 不过你要向星辰道歉 否则你一分钱也别想拿到 要真诚地道歉 糊弄一下的不算 我瞳孔一颤 有些不可置信 她居然要我给一个小三道歉 一百万 她随手在支票上 写个数字就好了 我已经这么大方地 给他们疼位置 江玲玲却还要这样羞辱我 顾星辰没有出现之前 哪怕江玲玲在恨我 也不曾这样羞辱过我 我钻紧拳头 吃下身陷进肉里 我却感觉不到疼痛 我感觉心脏已经痛得麻木了 这是我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 江玲玲真的爱上顾星辰了 我有些痛苦地闭了闭眼睛 不懈地吃笑了一声 钱骂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睁开眼 我冷冷道 钱 我不要了 想让我道歉 下辈子都不可能 说完 我转身就走 身后 还能听到顾星辰跟江玲玲抱怨的声音 江玲玲耐心地安抚 轻声哄着她 我不知道我怎么走出医院的 中间有两次差点摔倒 阳光照到身上 我却没感觉到半点温暖 还是冷 冷得我忍不住抱紧自己的双臂 明明是江阳六月天 我却感觉置身寒冬腊院 我连药都没拿 回去的路上 医生发消息 问我今天的化疗怎么没来做 我回她说今天有事 推迟几天 其实我觉得这病治不治都无所谓 因为我一定会死 哪怕医生一次次安慰我说 好好治疗 一定会好起来的 可我有一次 折返回主治医生办公室 想再问她一点问题 无意间听到她跟帮我做化疗的护士说 都已经晚期了 没有痊愈的可能 只能用药掉这条命 掉一天是一天 她还那么年轻 因为我觉得没有问的必要了 到家后 我拿棉被把自己紧紧裹住 总算暖和了一点 我吃了药 在药校下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了和江玲玲在一起的时候 当年她被家里断了生活费之后 我们一起去商场做兼职 发了一整天的传单 准备回去的时候 她去了一趟洗手间 我站在电脑店橱窗那 看了一小灰电脑 里面有一台我梦寐以求的电脑型号 我是学计算机的 对电脑要求配置高 但是我现在这台电脑是在 我没钱买笔记本 只能先借同学的 把课堂上必须完成的作业做了 剩下的回宿设稿 好在我学习能力不错 这种条件下依旧学得很好 一直系里的第一名 江玲玲从洗手间出来后 我立马收回视线 笑着搂住她 跟她去吃饭 往后三四个月的时间 江玲玲一天做两三份兼职 把自己累瘦了一整圈 我不知道她那么拼命干什么 明明正常兼职的工资 我们省吃俭用一点 总是够用的 我劝了她好几次 江玲玲依旧固执地 在大冬天去路边发传单 餐厅端盘子 便离店上通宵班 第二天一早再回来上课 我不理解 直到那年我生日那一天 她把我梦寐以求的笔记本 当生日礼物送给我 我看着她手上被冻出来的洞窗 又气又心疼 我忍不住大声骂她 江玲玲 你是不是有毛病 把自己搞得那么憔悴 就是为了给我买个破电脑 你知不知道这有多贵 我不要 拿回去退了 江玲玲捧着电脑 在操场上冻得鼻子通红 她被我一胸 红着眼眶差点哭出来 你的电脑太旧了 用不了 这是我好不容易赚钱买回来的 林玉峰 你要辜负我骂 说着说着 她忍不住委屈落泪 你凶我干什么 我一看到她哭 心疼得不行 立马把人抱进怀里 对不起 我不应该凶你 都是我不好 是我没本事 才要她受这种苦 我吻去她脸上的泪 将林玲这才破体微笑 凶巴巴道 这可是我拿命换来的 你给我好好用 不准偷偷拿去退了 听见没有 我答应了 我对那台电脑宝贝得很 不让任何人碰 直到现在 那台电脑还在我办公室里 我维护得很好 她照就能用 将林玲会在我打篮球时 给我滴水 笑着给我擦汗 连起脚尖来亲我 会在我创业的时候 在家里沙发上 等我等到睡着 我推开那个破旧的出租屋 客厅总是留着一盏昏黄的灯 将林玲听见声音 迷迷糊糊睁开眼 对我笑 玉峰 你回来了 我把人抱到床上 有些无奈 不是叫你不用等我吗 可是你一直没回来 我想你 将林玲抬头 仰头亲上来 我忍不住要了她 第八章真相 其实那段时间 公司已经有起色了 我觉得我有能力 娶将林玲 给她一个幸福的家庭 那时候 距离我们在一起 已经六年了 我觉得我们经过了 时间和现实的重重考验 可以结婚了 我跟将林玲求了婚 她那天晚上 激动地睡不着觉 就在我们俩准备结婚的前几天 将是宣布破产了 将林玲的父亲 江明威受不了这个打击 浑浑噩噩的开车撞死了人 那天晚上我去找她 想告诉她 我和江林玲结婚 以及我有能力帮她的事情 可是还没来得及开口 意外就发生了 年过半百的人跪下来求我 让我想办法救她 她的公司已经破产了 不想再坐牢 江林玲其实很爱她父亲 在被家里断了生活费后 她偷偷跑回去 看过江明威好多次 每次回来就会跟我哭 说她爸好像幼瘦了 她说江明威 是家里最宠她的人 只是怕我给不了她幸福 所以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并不是讨厌我这个人 叫我别讨厌她父亲 每次我都笑着说我理解 江明威身体不好 在公司破产之后病症加重 如果没了治疗去坐牢 恐怕要不了多久 就得死在里面 我不想看到江林玲 因为失去爸爸伤心 所以我答应代替江明威去坐牢 我坐了五年的牢 进监狱那天 江明威跟我说 等我出来 她就同意我跟江林玲结婚 可惜她不知道 那天晚上回去 我就跟江林玲提了分手 我跟江林玲说 到快结婚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没那么爱她 我接受不了下半辈子 多对着同一张脸 我感觉厌烦 那天晚上下大雨 电闪雷鸣的 江林玲在门外站了一整晚 也没等到我回心转意 我在屋子同样也不好受 我差点就想冲出去 跟她说出真相 可是我不能 我跟江明威约定好 这件事绝不能让江林玲知道 监狱里的空气潮湿浑浊 有点像我之前穷得只能跟 江林玲吃一袋泡面的时候 枕头底下的手机震动起来 吵醒了我 我还在做梦 江林玲已经很久 没有给我打电话了 接通电话后 我想起江林玲 为我包的饺子 对着手机很轻地说了一句 林玲 我好想吃你包的饺子 每年冬至江林玲 都会包饺子 她亲手包的饺子 特别好吃 电话那头久久没有回应 我觉得自己果然是在做梦 自嘲地笑了笑 翻了个身 继续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 我醒来的时候头有点晕 缓了好一会儿才起身 想去外面倒杯水喝 我走到客厅 看到刚从厨房出来的江林玲 把饺子放在桌上 看着我过来做下事 你不是说你想吃饺子吗 我待在原地 低声喃喃道 原来不是梦了 第九章主动 江林玲真的给我打电话了 以前只要我一说我想吃饺子 她都会放下手头的事情 跑回来给我包饺子 那一刻 我感觉那颗哭死 的心脏又重新灌注进水流 爱意生根发芽 长成参天大树 我很激动 特别想告诉江林玲 我还爱她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爱她这件事 可是我一张嘴 喉咙涌上一股鲜血 血腥味阻止了我的冲动 把我拉回现实 我是一个将死之人 现在说这些话是不负责任的 因为我没办法陪她走完余生 我强忍着 看了一眼饺子 不屑地吃笑了一声 江林玲 你没听出来我在耍你吗 我就想看看 你会不会和之前一样犯见 只要我一句想吃饺子 你就立马跑过来 你的手摸过那么多男人 还用她来给我包饺子 你觉得这饺子能吃吗 反正我吃不下 我觉得恶心 江林玲没想到 我居然会说这种话 来捅她心窝子 她脸上的表情慢慢沉下来 怒火冲天 林玉峰 你是不是疯了 那一刻 我好像从她语气里 听出一丝委屈 是 任谁这么用心 满足另外一个人的心愿 心意被这么糟蹋 谁能不委屈 我多想上去抱抱她 可是我只能盲目地 继续讽刺她 我是疯了 才会跟你结婚 听到这句话 江林玲的怒火彻底压不住了 她冲上来 把我推到沙发上 压着我强吻 她吻得一点也不温柔 唇齿相碰时 磕到我的嘴角 我很痛 用力推开她 别碰我 我嫌脏 江林玲浑身一震 像是被人拿刀刺了一下 她盯着我的眼睛 突然滴滴地笑了起来 笑声带着几分悲凉 你嫌我脏 可是明明是你把我变成现在这样的 林玉峰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当年是你先抛弃我的 你知道我在那场大雨里 站了多久吗 哪怕我晕过去的前一秒 我还在想 只要你出来 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地跟你结婚 我不会让你看你我的 我眨了眨眼 硬是把即将涌出来的泪意 憋了回去 我语气很冷漠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们不是早就两看相艳了 江玲玲看着我 突然红了眼眶 什么两看相艳 你知不知道 只要你说一句你爱我 我们就不会闹到今天这一步 她的眼泪掉在我的衬衣上 哭得很伤心 我忍不住伸手去擦她的眼泪 江玲玲泪眼朦胧地盯着我 捧着我的脸 慢慢吻住我的唇 我任由她亲着 忍不住伸手扣住她的后脑勺 加深了这个吻 以前接吻时 都是我占据主导地位的 现在也是 江玲玲察觉到我的主动 动作慢慢放柔下来 勤到深处 我的手掌忍不住往下 了解她的衣角 动情地抚摸她 说到底 我对江玲玲还是有感情的 我没办法那么轻易放下她 两句年轻又彼此熟悉的身体 缠绵在一起 我再没法用理智思考 我把江玲玲抱起来 一路稳定主握 我把江玲玲压在身下时 两人已经是坦诚相待了 第一是张变脸 江玲玲将了一下 似乎清醒了些许 她想伸手去拿手机 被我拉了回来 我轻咬着她的耳垂 嗓音低啊 别接 电话被挂断 我们准备继续 电话又一次不死心地响起来 彻底打断了暧昧的氛围 我已是溅在弦上 不得不发 可是江玲玲还是轻轻推了我一下 捡起手机 接通了电话 房间很安静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喘息 哪怕她没开阔音 顾星辰的声音 还是清楚地传到我耳朵里 林姐 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 你明明说 今天晚上要留下来陪我的 可是那个人 那个人一个电话 就把你叫走了 顾星辰应该是喝醉酒了 声音带着十足的醉意 林姐 我爱你 我真的好爱你 没有你 我真的会活不下去 我接受不了 你陪在别的男人身边 林姐 你离开她好不好 跟我在一起 我想和你一生一世一双人 我真的没有开玩笑 将玲玲听完她的话 沉默了 或许是她太久没回应 顾星辰那边 响起甩巴掌的声音 她甩了自己一巴掌 声音才清醒了一点 她带着哽咽的嗓音的道歉 对不起 林姐 我不应该说那些话的 是我痴心妄想了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颗爱你的心 我有什么资格跟你站在一起 对不起 是我说错话了 林姐 你能不能不要不理我 你跟我说句话好不好 江玲玲滴滴地叹了一口气 语气无奈又宠溺 我没有生气 时间不走了 别喝那么多 早点回去 你喝了酒不能开车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派司机过去接你 不行 我不要 我不走 顾星辰痴宠而骄 任性道 除非你过来接我 如果你不来 我宁愿在大马路上睡觉 林姐 我要你来接我 谁来都不行 面对顾星辰的撒娇 江玲玲却没有立马回答 她抬头看向我 余光溺了一眼我 眼神冷了下来 求我 她语气冰冷地命令我 林玉峰 只要你求我 我就留下来陪你 我愣住了 不愿相信前一秒 还跟我亲热的女人 下一秒就用带着冰茶子的语气 冷冰冰地命令我 跟刚才用温柔如水的语气 哄固星辰的宛若两人 可是我忘了 江玲玲变脸就是那么快 她也忘了 以前我求过她 当年我刚出狱不久 江玲玲找到我 跟我求婚 天知道那一刻我有多高兴 我没有一次犹豫就答应了 我以为我们这辈子有缘无分 却没想到在我吃了那么多苦 之后还能迎来一个圆满的结局 在结婚之前 我一直以为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恩赐 看我做了这么多 终究是不忍心将我们分开 可是我错了 江玲玲跟我结婚 只是为了报复我 结婚之后 江玲玲就变了一副嘴角 每天带不同的男人回家 她喜欢看到我脸上痛苦的表情 当时我求她说 玲玲 我爱你 不要再带别的男人回家了 我求你 我知道你恨我 可是我真的接受不了 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你可以换别的方式报复我 不要这样 行吗 江玲玲 你能不能别闹啊 我们好好在一起过日子好吗 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红烧排骨 你回来吃一口好不好 我很想你 我想见你 我几乎卑微到尘埃里 为了证明自己爱她 几乎开膛破肚 把一颗真心捧到她面前 第一是一张上热搜 可江玲玲是怎么对我的呢 她把我的真心踩在脚下 狠狠碾碎 哪怕血流成河 她都不会心软 她把我做的一桌子菜 全倒进了垃圾桶 那天是我们的一周年结婚纪念日 我刻意买了她爱吃的慕斯蛋糕 江玲玲把蛋糕砸在我身上 冷冰冰地说 林玉峰 这辈子你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赎罪 我不会再爱你 你不配 她不会心疼我的 她只是想看我出丑而已 到现在 她还想用这种方式侮辱我 往日的记忆涌上心头 我痛得没法呼吸 我冷笑起来 擦掉嘴角刚才磕碰出来的血迹 讥讽道 江玲玲 想让我求你 你觉得你配吗 往日受到的屈辱 终于找到机会反击回来 我心中突然畅快起来 被顾星辰这么一打断 我早就没了继续情世的兴致 翻身躺在另外一边 江玲玲愣了 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脸色变得难堪 她对我说 林玉峰 你别后悔 她用我从来没听过的温柔语气 对电话那头的顾星辰说道 好 你别乱跑 我现在去接你 乖乖等我 顾星辰明显兴奋了 乖巧地回应 好 林姐 我等你 说完 她挂了电话 从衣柜里翻出新的衣服穿上 那条蓝色长裙 还是我给她买的 她怒火冲天地走出房门 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我躺在床上 眼神空洞地盯着天花板 自嘲地笑了笑 果然是只听新人笑 哪闻救人哭啊 我这个救人很快就要下场了 嘴角的血一直流个不停 我指睛捂住 吃了止血药 等伤口不再流血后 才去洗澡 第二天 我起床时 江玲玲深夜酒吧陪南模的照片 被人发到网上 上了热搜 通篇都是说梁城最年轻的 与首富包养了一个年轻南模 深夜进新宅后 未再出门 以此春宵一夜 我跟江玲玲结婚的事情是公开的 原本她找小三 只有我们和她 公司里一小部分人知道而已 现在好了 全世界都知道我被戴了绿帽子 看着那几张照片 我已经麻木了 只是觉得这是江玲玲 为什么不能做的隐蔽一点 明明之前 她跟那么多个男人在一起过 都没让媒体拍到过 这件事很快江玲玲也知道了 她打了电话给我 叫我回江家一趟 我处理完下属发过来的一点工作 就赶过去了 江家的公司 现在全权交给江玲玲 江玲玲早就开始享受退休后的日子了 经过治疗 这几年她的身体好了很多 她坐在沙发上等我 此刻她的身体看起来 比我还要阴朗许多 看见我时 江玲玲愣了好久 半赏才开口 玉峰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是不是玲玲对你不好 问完 江玲玲自己都沉默了 她是知道江玲玲 用不同男人报复我的事情 自从我替她坐牢 再见面 她对我的态度好了很多 可以说比对江玲玲还要轻 其实她只是因为愧疚 想要弥补我罢了 第一是二章回家 我勉强笑了笑 最近忙 没怎么顾得上吃饭 所以瘦了 江玲玲一脸心痛地看着我 都是我对不起你啊 如果当年不是我 你跟玲玲也不会分开这么多年 你现在还要受这种屈辱 年过半百的人红了眼眶 信誓旦旦对我说 玉峰 你放心 我会把当年所有的真相都告诉玲玲 绝对不再叫你受委屈 不用了 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语气淡然 我跟江玲玲很快就要离婚了 没有必要说这些 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快死了 如果我没的这个病 我倒是愿意接受江玲玲这个办法 再跟江玲玲好好过日子 可惜 这件事只有我知道 不行 江玲玲狠狠一拍桌子 语气不容拒绝 我现在就打电话把玲玲叫回来 今天有什么话全部当面说开 我想说真的不用了 我想阻止她打电话 江玲玲的手抓着我的肩膀 把我按在沙发上 示意我别说话 这时候 江玲玲也接通了电话 江玲玲对着电话那头的江玲玲发脾气 你看你干的好事 是不是我太宠着你了 你居然敢把这种事闹上热搜 你还要丢江家人的脸到什么时候 江玲玲不知道说了什么 江玲玲更加火大了 我不管是不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反正你现在就给我滚回家 我有话跟你说 还有 赶紧和那个男狐狸已经分开 再让我看到她一次 别怪老爸亲自下场收拾人 说完 江玲玲就直接挂了电话 倒了一杯茶给我 来 玉峰 我们一边喝茶一边等 玲玲很快就回来了 我出门前刚吃了药 不能喝茶 就说喝茶晚上容易睡不着 我喝白开水就行 过了这么多年 江玲玲还是很在乎江玲玲的 听她在电话里头气成那个样子 很快就赶回来了 江玲玲火急火燎地赶回来 进门前一看到我坐在江玲玲对面 便什么都明白了 看她那副木火中烧的表情 我猜她以为是我跑回来跟江玲玲告状 所以江玲玲叫她回来 要教训她 毕竟江玲玲现在对我 可比她这个亲女儿还要好上数倍 这是之前江玲玲不爽过好几次 果然 这次也一样 老脸一沉 我这次 行了 我知道 你不就是为了林玉峰吗 这是你不用插手 我们夫妻俩自己解决 江玲玲拽着我的手 硬是把我往楼上拉 我没有反抗 意不意去地跟着她上楼 她带我回了她的房间 关上门 把我抵在墙上 眼神冰冷地警告我 林玉峰 我不知道你给我爸灌了什么米汤 才让她在结婚之后处处向着你 但是我警告你 别忘想利用我爸来撤着我 这一个没了 我就找下一个 反正我不会让你好过 我一正 没想到她居然习惯性 不分青红皂白 就把所有的错都推到我身上 我看起来有那么坏吗 就因为当年我跟她提了分手 我所有的付出都被她抹灭掉了吗 第一是三张离婚吧 我面无表情的伸手把她推开 江玲玲 你是有被害妄想症吗 你以为我在乎你找多少男人吗 我早就不在乎了 你想怎样自甘堕落是你的事情 我再也不会插手 我自甘堕落 江玲玲好似听到了这年头 最好笑的笑话一样 忍不住笑出声来 眼底却没有半点笑意 我是因为谁 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林玉峰 你有没有良心 如果不是你 我会变成现在这样吗 都是你毁了我们之前的一切 她说的没错 都是我的错 我当年不应该提分手的 现在也不会变成这个局面 可是我们明明有机会 能好好生活的 我站在原地等了她那么久 是她亲手把我越推越远 那你呢 你就有良心吗 我大声质问她 我做了那么多 哪怕是块石头都捂热了 你却连一个好脸色都没有给过我 江玲玲 你就那么恨我吗 江玲玲生气地瞪着我 胸膛因为气氛拒绝起伏 是 我就是恨你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你在我最爱你的时候抛弃我 我陪你吃过那么多苦 你一句腻了我就要滚蛋 你把我当什么 凭什么你犯的错 就要被轻轻带过 你对我好 我就一定要原谅你吗 我瞬间沉默下来 是啊 她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被我抛弃 恨我理所应当 看起来 她好像也没有错 我突然有点累了 懒得去计算谁的错多一些 我闭上眼睛 疲惫道 你要是真那么恨我 就立马等我离婚 省得两看生厌 我们彼此放过吧 江玲玲一听到离婚的字眼 呼吸明显停顿了一下 说出离婚这两个字 就用光了我全部的力气 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迅速涌上喉咙 我压根来不及压制 当着江玲玲的面 我转身吐了一大口血 捂着胸口大口喘气 江玲玲明显被我这一口血吓忙了 连忙跑过来扶我 整个人都慌了 声音都在抖 你怎么了 怎么会吐血 你身体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我带你去医院 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我固执地站在原地没有动 用力抽出自己的手臂 我站着身体 在江玲玲的眼神 下若无其事地擦了擦嘴角的血 淡定到 只是怒火攻心而已 我天天被你这么刺激 吐一口血也正常吧 我轻蔑地笑起来 你不是说恨我吗 怎么 现在害怕我会死了 你不应该巴不得我去死吗 面对我这番故意挑衅的话 江玲玲没回答 只不过她脸色沉了下来 明显生气了 我不再逗她 问道 我们什么时候去离婚 现在我三句两句离不开离婚 江玲玲明显没想到我来真的 她生气地揪住我的衣领 质问 你就那么想离婚 第一是四张恶化 当然我冷笑着回答 难不成还要一辈子 看你跟别的男人的爱吗 还是你舍不得离婚 江玲玲推开我 冷哼一声 谁舍不得离婚 离就离 明天早上 明镇局门口见 明天吗 这么快 我只愣了一秒 很快就点了点头 好 那就明天 见我答应得那么快 江玲玲的脸色更难看了 用力双开门离开 我的耳膜被震得生疼 我下楼的时候 江玲玲已经离开了 刚才我们在楼上争吵得那么激烈 江明威也听见了 她脸色有些不好看 刺责地看着我 对不起 玉峰 我也没想到仅仅这孩子那么绝 刚才我拉住她 想跟她解释来着 没想到她说 不想再听到关于你的事情 这个逆女 真是气死我了 江明威跌坐在沙发上 似乎在想江玲玲 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成这个样子的 明明她之前很乖很善良的 脾气也很好 总是喜欢笑 她笑起来的时候 有两颗小虎牙 特别可爱 江玲玲的笑容 并没有因为时间久远 而变得模糊 反而在我脑海里 愈发清晰起来 我安慰江明威 爸 不要紧 反正我们都准备要离婚了 那件事就没必要告诉她了 她恨了我那么多年 就让她继续恨下去吧 没必要再让她怨气你来 江明威没想到 我会这么说 她看着我 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抬手狠狠抽了自己一巴掌 都是我的错 是我对不起你 我连忙抓住她的手 让她冷静 反正再怎么自责 事情也回不去了 还不如好好活着 是啊 要好好活着 因为我想好好活着 却没有机会了 我从江家回了家 一想到明天要离婚了 身体就难受到不行 我吃了比平时多一杯的止痛药 还是压不住那阵痛 我觉得我的病情又恶化了 主治医生叮嘱我说 如果再次吐血 一定要立马去医院 可是我不想去了 反正等离完婚 我就有大把时间留给医院 说不定以后 都要在医院度过了 再多感受一下 外面的新鲜空气吧 隔天 我一早就到了明镇局门口 离婚的窗口 果然如网上说的一样 比结婚的窗口人多 有一对刚领了证的小情侣 笑得特别开心 从我面前走过 我一时间有点恍神 想到了我跟江玲玲正那天 我笑得比他们还开心 因为我失而复得 我以为那是一个新的开始 没想到如今 物是人非 我和江玲玲已经走到离婚这一步 我一开视线 给江玲玲发了消息 我等到身边的人走了一步又一步 江玲玲却始终没有回我消息 我等得有些不耐烦 起身准备打电话的时候 江玲玲的助理出现在我跟前 她手里拿着江玲玲的结婚戒指 连带着盒子一起递给我 林先生 不好意思 江总有紧急的事情要出国处理 需要你再多等几天 等江总处理完 会立马赶回来跟你离婚的 丢下这句话 助理就走了 似乎很匆忙 不像是骗人的样子 第一十五章别犯傻 我低头打开戒指盒 里面躺着一枚粉钻戒指 那是我给江玲玲买的 在婚礼上亲手给她戴上去的 结婚后 她一次都没有戴过 我很失望 没想到现在物归原主了 我眼神暗了几分 盖上盒子 一边从民政局走出去 一边给我的助理 兼好兄弟寄往北打电话 寄往北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好兄弟 我们大学也在同个学校同个系 只不过她毕业后 去正常的公司入职 我创业有所起色后 就把她拉过来当我的助理 之前给江玲玲公司的帮助 也少不了她的帮忙 我坐牢这几年 多亏了她帮我守着公司 否则我现在大概连治病的钱都没了 变化一接通 我就立马说道 江是好像出事了 你帮我查一下是怎么了 我还爱着江玲玲 一听到她出事 还是忍不住紧张 想知道怎样才能帮她 只要我还活着一天 我就看不得她受苦 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就吃过很多苦了 哦 你说她啊 江玲玲现在可是有大麻烦了 听到这 我的心忍不住一紧 随促她赶紧说 别掉我胃口 季旺北把她知道的都告诉我 江玲玲的公司遇到了一个大危机 江市也是一个科技公司 现在被国外切断了芯片供给 所有产品都停在生产线上 这次江玲玲出国 就是需要尽快找到新的合作方 否则公司又要再一次面临垮掉的风险 我听完 几乎能想象出 江玲玲着急的联系 各个芯片合作商的场景了 我叹了口气 对季旺北说道 小北 想办法帮帮她吧 但是还跟以前一样 别暴露我这忙也没几次可帮的了 毕竟我就要死了 到时候没人能这么帮江玲玲了 我手底下的公司就有两个芯片供应商 跟江市的供应商不一样 有两种解决方法 要么可以直接把供应商介绍给她 要么我们这边加大采购量 再以原价出售给江市 其实第一种更方便些 就看季旺北想怎么做 只要能帮江玲玲度过这次危机就行 反正现在公司的事情我不怎么管了 我已经全力下放 着手把公司给季旺北了 季旺北听不下去了 生气的骂我 林玉峰 你能不能别这么傻 她这些年这么对你 你还帮她干什么 这些年 我对江玲玲的付出 她全部看在眼里 我知道她不是真的生气 只是心疼我 觉得我爱错了人 我没把她的话当一回事 依旧用轻松的语调跟她开玩笑 行了 旺北哥哥 我知道你是个大好人 你一定会帮忙到我俩同岁 但是季旺北比我大两天 私底下 她一直让我叫她哥 想占我便宜 但是男生一般都是 谁都不服谁 只要我们是同岁 哪怕你大我十个月 照样不服你当哥 所以这一声 哥的威力可大得很 旺北冷哼一声 没有什么好语气 可是态度明显比刚才好多了 她恨铁不成刚的说 那男小三都登堂入室了 明眼人一看都知道 江玲玲是对那男小三 一情别恋了 你能不能拿出男人的骨气来 别到时候人才两空 第一十六章警告 我应道 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先帮我把这件事处理好 既往北叹了口气 哪我没办法 行 只要是你让我去做的事情 我都会做 只要你别后悔 就行我黑魔灰暗 放心吧 我不会后悔的 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我做的任何事情 哪怕时间倒流 我依旧会选择替江玲威去坐牢 但我不知道 我还会不会跟江玲玲结婚 因为我实在是痛怕了 我挂了电话后 在路边走了走才回家 之前我体力很好 现在只不过是走个一公里 我就觉得身体有些乏了 车子刚在家门口停下 我就看到大门口站着个人 是顾星成 我下了车 顾星成静止朝我走来 堵住我的去路 我冷漠地盯着他 在想他这个时候 找上门来干什么 炫耀吗 事实证明我猜对了 顾星成勾着唇角 满脸得意地对我说 林姐昨天晚上答应我了 说要给我一个家 她答应和我结婚了 怎么样 之前你不是说 林姐不是真的喜欢我 不会跟我结婚吗 现在呢 你不觉得自己 打自己的脸更疼吗 你识相的话 就赶紧跟林姐离婚 别妄想能留在他身边 早点离还能分到一笔钱 晚了可就什么都没了 我面对他的挑衅 不屑地笑了笑 离婚的事情我自有主意 你这么急干什么 怕将林林反悔 我看出来了 你对这段婚姻 也没多大信心 结了婚之后 他真能专心爱你一个人吗 顾星成这种人的痛点 其实很明显 没有钱 需要紧紧抱住妇婆的腿 一旦妇婆身边 出现了一个比他年轻貌美 更会聊的男人 他就有危机感了 顾星成被我戳中痛点 立马反驳回来 你懂什么 林姐已经怀了我的孩子 有了孩子是不一样的 你跟林姐结婚三年 都没有孩子 而我和她在一起 仅仅三个月就有了孩子 你知道你为什么 留不住林姐吗 因为是你不行 林姐才不要你 而我不一样 男人脸上的得意掩不住 可是她忘记了 这里是我的地盘 而且江玲玲也不在 没人护得了她 顾星成刚说完 我就抬脚狠狠踹了她一脚 她一下子跌倒在地 我没给她反应的时间 活动了一下手腕 冲上去压着她的人 罩着她的脑袋左右开弓 顾星成连忙用手 包住自己的脑袋 疼得嗷嗷乱叫 我依旧没有停手 她被我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直到她开始服输 哥哥哥 我错了 是我不行 你放过我 我停下拳头 一把揪住她的领子 死死盯着她 语气冰冷地警告她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既然想不劳而获 就安安分分地跟在江玲玲身边 照顾好她 如果你敢有其他想法 或者让我知道 你背叛了江玲玲 我绝对会让你生不如死 到时候你践踏好几条船的事情 我都会爆出来 你猜你之前更够的富婆 会不会放过你 他们单一个人 就能轻易玩死你 第一是弃章离婚证 自从知道江玲玲 肯定对顾星成动真心之后 我就让人调查了她的过去 顾星成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 从小混在穷人堆了 手脚没怎么干净过 好在学习还算可以 勉强考上本科 上了大学后 她这张脸发挥了极大的优势 被拉去当模特 在模特圈也算个小红人 她的私生活很混乱 对有点权势的女人 几乎是上赶着的 当初也是她主动出现在 江玲玲面前 勾引江玲玲上床的 我一直觉得人的本性难移 哪怕她现在装得再怎么好 也改变不了 她骨子里是海王的本质 既然江玲玲喜欢她 我也不会蠢到 去她面前说顾星成的坏话 到头来 只怕会被认为是想挑拨离间 说实话 我很嫉妒顾星成 因为她将替代我 守在江玲玲身边 为什么我梦寐以求的幸福 她那么轻松就可以得到 我看不见自己的表情 但我从顾星成 被吓住的表情推测出来 我现在的表情一定很害人 顾星成急忙点头 惶恐道 我知道了 我绝对不会背叛灵姐的 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虽然不知道她的话 有几分可信度 但我暂时还是信了 我松开她的衣领 站起身 刚才打人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 我差点没站住 但是在顾星成面前 我硬撑着了 好不容易威胁到这小子 不能让她以为我好欺负 感情不合吗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种话 搞得你很爱她一样 我的确爱江玲玲 但是我不能承认 也没必要跟顾星成这种人说什么 我冷漠地看了她一眼 记住你答应我的就行 说完 我转身进门 一进门 我整个人的力气 像被抽走了一样 一下子跌坐在地上 疼痛从骨头缝里冒出来一样 我腾出一身冷汗 半天都站不起来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在地板上疼得睡着了 等我睁开眼睛时 外面的天都黑了 真狼狈 我站起身 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我洗了澡 吃完饭后继续回床上睡 既往北告诉我 她已经把事情都办好了 估摸着江玲玲很快就要回国了 我说知道了 我强迫自己不去想江玲玲的事情 这几天我把上次没做的化疗给做了 化疗是真疼啊 跟发病时候的疼又是不一样的 我疼得找不到此形容 我在医院躺了两天 收到了江玲玲的短信 叫我明天去民政局 隔天 我准时出现在民政局 江玲玲已经坐在那等着了 不知道到了多久 江玲玲看了我一眼 什么都没说 转身就往离婚窗口走 办理离婚的工作人员按照流程劝了劝 我俩都说感情不和 而且我们坐在同个窗口 可是中间却隔了好长一段距离 跟陌生人一样 全程一句交流也没有 工作人员看我们这样 没再说什么 直接给我们盖章了 当离婚证拿到手时 我不禁愣了一下 没想到结婚时那么繁杂 离婚签个字 盖个章就结束了 第一是八张军款 江玲玲率先起身走出去 我跟在她后面 今天是阴雨天 六月的温度依旧很高 哪怕是下雨天也是温热的 走出民政局 一股热气扑面而来 江玲玲突然转过身 面无表情的对我说 你说过你什么东西都不要 那你这两天就回去 把家里的东西都收拾完带走 那房子里我不想看见 关于你的任何东西都离婚了 那房子已经是你的了 我在进去不合适 我的语气很淡 像在说别人的事情 东西我都不要 你直接扔了就行 我看到江玲玲皱了皱眉头 我猜她肯定是觉得 还要让人扔我的东西 太烦了 但她却没说什么 我还以为她会冷嘲热讽几句 也算是一个相对和平的结束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上的离婚证 突然有种如是重复的感觉 我直接把离婚证 丢进旁边的垃圾桶 从口袋里翻出家里的钥匙 钥匙上面坠着一个老旧编织钥匙扣 是一个滑板的形状 那是大学时江玲玲亲手编给我的 她送我的每样礼物 我都会小心翼翼的保管好 江玲玲也看到那条钥匙扣了 她有些惊讶 显然是没想到我还留着这个东西 我在她的目光下 解开钥匙扣 一刀扔进垃圾桶里 然后把钥匙递给她 这是你的钥匙 还给你江玲玲弄了两秒 才伸手来拿 她刚拿走我立马转身就走 没有半分留恋 因为我能做的全都做了 我自然问心无愧 我没剩多少活头了 只想好好地开心地度过 虽然我觉得没了江玲玲 我很难打从心里开心起来 但从今天起 我会努力忘记她 我开车离开的时候 江玲玲还站在原地 我已经不关心她在干什么了 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要去 车子开到临近市郊的一所孤儿院 孤儿院外面的牌匾有些老旧 蓝天幼儿园 我轻车熟路地进了门 门口的保安大叔看到我 立马抬起手打招呼 小枫 你来了 你可好长时间没来了 我笑了笑 所以我今天不是来了吗 我妈呢 在办公室呢 你直接去就行 给她的惊喜 她看到你肯定很高兴 好 我走到办公室前 敲了门后 直接推门进去 正坐在办公桌后面 批作业的女人抬起头 看到我时立马站起身 小枫 院长立马绕过桌子 朝我走来 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也忍不住抱紧她 妈 想我没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可太想你了 你这孩子 有半年多没来了 我跟院长坐下来慢慢聊 院长是个将近六十岁的女人 有点微胖 慈眉善目的 她头上多了很多白头发 我是个孤儿 从出生就被人抛弃在孤儿院门口 是院长把我捡回来养大的 她很爱念叨 跟我想象中的母亲一模一样 所以别的孩子都管她叫院长妈妈 只有我直接管她叫妈 孤儿院里没有几个孩子能考上大学 所以我和积望北是为数不多的两个 每年大学放假 我们都会回来帮忙照顾一些年纪小的孩子 将00那时候也会跟着一起来 但是工作后 我们就不常来了 很长一段时间才来一次 每一次来 院长都比我上次见要更老一点 我在他脸上清楚地看见岁月留下的痕迹 这次来 我是要捐款的 我拿出一张银行卡 这里面是五千万 我剩下在银行卡里还有不少钱 往后积望北会替我陆陆续续捐给孤儿院 以我的名义 这样 就可以骗院长我还活着 只是忙得没时间来看他们 第一十九章住院 院长听到金额的时候大吃一惊 连忙把卡往我手里塞 我问你能拿你这么多钱 你们年轻人赚钱不容易 你们自己拿着花就行 妈 我自己有钱 没把全部家当都给你 你就安心守着吧 把家里翻新一下 给弟弟妹妹们住好一点的环境 给他买一个把院长弄不过我 只好把钱收了 他突然问我 对了 玲玲呢 他怎么没来 他公司忙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现在是女强人 整天比我还忙 不过我们俩都过得很好 你不用担心文言 院长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只要你们好好的 我就高兴他拉着我的手拍了拍 有些感慨地回忆起来 哎呀 转眼间你们都长这么大了 我还记得你第一次带玲玲回来的场景呢 他扎这个丸子头 干活笨手笨脚的 却很有耐心的教孩子们读书 被院长这么一说 我的记忆也忍不住飘回到那时候 那时候我第一次想将玲玲坦白身份 他很心疼我 一放假就嚷嚷着 要跟我一起回家看看 我刚带他回来的时候 他帮着干了一天活 他是千金小姐 食指不沾阳春水 哪里会拖地除草什么的 他的动作太笨拙 还被院子里六七岁的孩子嘲笑 他也不生气 笑得露出一对小虎牙 姐姐没干过活 你们都好厉害 你们过来教教姐姐好不好 他长得好看 眼睛水灵灵的 孩子们其实都很喜欢他 晚上回去之后 他抱住我 一下子就哭了 我不知道你原来住的是这种环境 冯冯 我好心疼你 我被他弄笑了 替他擦掉眼泪 有什么好心疼的 我都习惯了 而且妈对我很好 往后将玲玲干活干得越来越娴熟 反倒是我有点心疼他了 他跟着我 从什么都不会到什么都亲力亲为 我觉得我欠他好多东西 一辈子都还不清 我留下来跟孩子们一起吃晚饭 弟弟妹妹们都长到了不少 他们围着我 问我将玲玲怎么没来 我只好用糊弄院长的借口 再糊弄他们 我吃完饭后回到车里 身体的疼再也忍不住 我手指抖得厉害 好不容易躲出药片 连忙塞进嘴里咽了去 吃了药 我靠在座椅上缓了好一会儿 出了一身汗 就算到了晚上 风也是热的 其实我很讨厌夏天 又热又闷 秋天是最好的 还能看看落叶 打开空调 凉爽的风迎面吹过来 我才慢慢平静下来 我回了自己名下的一栋房子 只是单纯睡了一觉 后期这个房子 也是要一起卖掉的 我打理好一切之后 住进了医院 医生说我现在的身体情况 很不理想 需要立马住院 我跟江玲玲已经离了婚 没什么羁绊了 我自然可以安心地住进去 我知道治疗也没有多大的用处 只不过是用昂贵的药 吊住我这条命而已 住院之后 医生重新给我做了一个身体检查 前阵子我情绪波动太大了 再加上没有按时过来治疗 病情恶化 医生拿着报告过来 一脸严肃跟我说 林先生 你的病比我预料中的恶化得更快 我靠在床头 收回看着窗外的视线 看向医生 笑了笑 你直接告诉我 我还能活多久 第二十招摩天伦 医生一脸沉重 有些不忍 最多四个月 我嘴角的弧度不断扩大 在江玲玲带顾星成 回来刺激我之前 我原本还有半年多可活的 没想到现在就成四个月了 也好 早点死早点解脱 化疗是真的很疼 奇怪的是 我并没有刻意去想起江玲玲 可是我每天晚上 都能梦见江玲玲 醒来后 总是面对纯白的天花板发呆 一想到还有几个月的活头 我就没有治疗的动力了 还不如立马死去 这几天 江玲玲和顾星成 要结婚的飞纹满天飞 我当时还以为 顾星成说的那些话 是骗人的 直到看到这则消息 江玲玲怎么没有出来否认 我就知道是真的了 双重刺激之下 我整个人更加颓废 开始自暴自弃 有时候连药也不吃 我在医院田的紧急联系人 是姬旺北 所以一直没能来医院看我 接到医院的消息后 当天下午 他就火急火燎地赶过来 一推开病房的门 就对我吼道 林玉峰 你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 为了一个江玲玲 要死要活的 你至于吗 你也没几天好活了 能不能让人省点心 说着说着 他一个大男人声音里 愣是带上了十足的哽咽 小峰 你配合医生 好好治疗 行吗 既旺北其实是个嘴硬心软的货 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红了眼眶 医生说 我没有几个月好活的事情 我还没告诉他 但是看现在这样 是医生提前说了 我叹了口气 抽了张纸巾给他 我都没哭 你哭什么 我不是为了将林玲才不治疗的 我是觉得没什么必要了 什么没必要 既旺北借过纸巾 大声反驳我 你必须给我好好治病 既旺北大概是现在 最希望我好好活着的人了吧 我为了不让他担心 立马点了点头 好 我会好好治疗的 这句话是骗他的 我转头看着窗外 窗户外面有一棵树 每次有风时 树叶都会被吹动起来 这些天我总是喜欢 盯着那棵树发呆 我突然想起来 我很久没有出去走走了 一直憋在病房里 我有些闷了 哪怕在讨厌夏天 也挡不住闷太久 想出去走走的心 我对既旺北说 今天天气好像挺好的 带我出去兜兜风行了 既旺北看了我一眼 护士说你待会就要做化疗了 化疗时间在下午五点 现在才两点 出去一趟完全够了 我又一次开口叫他哥 没几天可活了 多叫几次吧 也算满足我这个兄弟的心愿 既旺北一听我叫他哥 就受不了 立马妥协了 跑去跟医生说了一声 带我出去了 我坐在车上 跟他一边兜风一边聊天 我看向不远处的摩天轮 说我想去那边走走 既旺北一边骂骂咧咧的 一边妥协 他还是把车开过去了 车子停下来之后 我们找了快阴凉的地方坐着 我抬头看向摩天轮 金属在阳光下 反射出刺眼的光芒 我挺想坐摩天轮的 但是现在天气太热了 一上去肯定又要一身汗 我很想在这里坐到晚上 等晚上再上去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既旺北 他立马拒绝了我 说不能耽误化疗 我有些失望 既旺北一看我这样 受不了了 林玉峰 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有一点出息 好了 我明天晚上再带你过来一听这话 我的表情倒是好了些 其实看着摩天轮 我第一个想起的人是江玲玲 我们曾经一起坐过摩天轮 第21章偶遇 当时听说猎人坐着摩天轮 在最高点接吻的话 会在一起一辈子 我们就去了 直到离婚前一天为止 我一直都相信这句话 现在我知道 他只不过是商家用来骗小情侣的手段罢了 我做得有些难受 便站起身活动了一下 原本想叫既旺北回去的 可是迎面走过来的两道身影 吸引了我的视线 他们也看到我了 顾星辰搂着江玲玲 宣誓主权一般的走到我面前 说道 这不是林先生吗 好巧啊我懒得回应他的作作 冷漠的看了他一眼 却连一个余光都没有给过江玲玲 这阵子治疗 我又瘦了很多 脸色也不好看 江玲玲一眼就发现了 他皱了皱眉头 对我说 林玉峰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我没从这句话里听出来关心的意思 我倒觉得我这样会让他们以为 我是离开了江玲玲才过不好的 我扯了扯嘴角 冷漠到 最近减肥顾星辰见江玲玲主动关心我 有些不高兴 他委屈的对江玲玲说 玲姐 我不喜欢你关心别的男人 你的眼里只能有我 我们都快结婚了 你这样我没有安全感 原来真的要结婚了 我以为我在听到这些话 应该能够心无波澜了 可是心脏怎么还是那么痛 江玲玲哄了他两句 好了 我现在只喜欢你一个人 你别多想顾星辰这才心满意足 他转头看我 假意对我发出邀请 我和林姐要去试婚纱 你要不要过来给点参考一件 我这才注意到 前面不远处是一家婚纱店 我想起来结婚的时候 我精心给江玲玲准备了一条极其华丽的婚纱 是我让人按照他之前梦想中的样子做出来的 可是结婚那天 他却没有穿那件婚纱 他跟我说是婚纱在运送路上出了差错 挤出布料被划破了 后来某一天我才在杂物间发现 那件落了灰 被用剪刀剪开的婚纱 那一刻 我的心在滴血 果然真心是不好给的 很容易就被人踩在脚下 往事涌上心头 我心情很差 面无表情道 不用了 我的审美不适合你们 我能无视顾星辰的茶言茶语 可是我的兄弟却接受不了 既往北一下子挡在我面前 指着顾星辰的鼻子骂 你别在这里得了便宜还卖乖 你一个小三上位有什么光彩的 还婚纱 我呸 你看看你这婚能不能结得成 等你们结婚那一天 老子不一定找人去砸了你们的婚礼现场 既往北骂起人来特别凶狠 顾星辰是个吃软怕硬的 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江灵灵听不下去了 他把顾星辰拉到自己身后 对既往北说 行了 这是我爱人 你没资格这么说他 你想来砸场子可以 到时候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我觉得现场的气氛有点胶着 我伸手去拉既往北 算了 别说了 我们走吧 既往北甩开我的手 不行 你又没做过对不起江灵灵的事情 凭什么他能过得那么好 既往北情绪上来 对江灵灵说 你知不知道小枫都替你做过什么 你 眼看他就要把实话说出来 我立马捂住他的嘴巴 江灵灵却来了劲 想拉开我的手 林玉峰 你别捂着他的嘴 你让他说 我倒要看看你替我做过什么第二十二章得志 在江灵灵心里 觉得我做过最多的 不过就是每天做好饭等他回来而已 我觉得没劲 在既往北耳朵边小声说 快到化疗时间了 我们快回去吧 怎么能因为顾星辰和江灵灵这种人当我的治疗吗 一听到这句话 既往北瞬间冷静下来 我跟他准备离开 既往北越想越气 经过顾星辰身边时 忍不住抬手给了他一拳 顾星辰一下子被打倒在地 既往北揪着他的衣领又给了两拳 江灵灵急了 立马冲上去想拉开既往北 他大声呵斥 既往北 你给我放手 既往北打红了眼 不肯松手 江灵灵就冲上去放在顾星辰面前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这场闹剧 没有要上去阻止的意思 毕竟顾星辰的确该打 可是江灵灵那样不顾一切 把他护在身后的动作 是之前只会对我做的 这一刻 我的心终于死了 我感觉不到痛 甚至很平静就接受了这一切 可是喉咙突然涌上来一股甜蜜的血腥味 我压制不住 鲜血一下子从嘴里喷涌出来 在地上晕开一朵骇人的血化 原本乱做一团的三个人 看到我吐血都惊住了 我捂着胸口 一下子没站稳 直接倒了下去 既往北立马松开顾星辰 跑过来扶住我 小枫 小枫 你没事吧 我看到江灵灵震惊的瞳孔 我很想说没事 但是一张嘴 又是一大口血吐了出来 江灵灵慌了 顾不上顾星辰 连忙跑到我面前 慌乱的手足无措 怎么回事 你怎么又吐血了 你不是说上次是气急攻心吗 林玉峰 你怎么会吐这么多血 你是不是生了很大的病 既往北一把推开她 少在这里假惺惺 要干嘛去了 她就要死了 现在满意了吗 满意了就滚开 别在这里挡到 既往北打开车门 把我放进去 立马开车送我去医院 江灵灵还站在原地 不停地拍打玻璃 林玉峰 你怎么了 你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她说你要死了 我没有立即回答 既往北开了车 我的神志开始涣散 迷迷糊糊间看到后视镜 后面有一辆白车 一直紧紧跟在我们后面 那是江灵灵的车 而车上只有她一个人 这应该还是她第一次 为了我丢下顾星辰吧 不过我不在乎了 因为我的心死了 她做什么都跟我没关系了 我被送进抢救室里 经过了一段漫长的长久时间 等我醒来的时候 只听到医生跟既往北说 哎 原本还有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现在想称到三个月都难 医生摇了摇头 你们做好准备吧 听到这话 江灵灵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 脸色惨白 不敢相信这番话 不可能 我没想到她还没走 我睁开眼睛 却不想看见她 我张了张嘴 声音沙哑 透着一股将死之人的虚弱 望北 让她出去吧 太吵了既望北 直接把江灵灵赶出去了 江灵灵在外头 也不敢大声说话了 她在病房外面 着急的走来走去 不停的打电话 她对我找来了很多医生专家 那些专家诊断完之后 无不例外的都摇起了头 江灵灵快要崩溃了 她不停的说道 怎么可能治不好 连一个病都治不好 我请你们过来干什么 江灵灵在外面叫完 进来的时候就安静了 她坐在我床边看着我 眼眶都是红的 林玉峰 我带你去国外好不好 国外医疗技术那么发达 一定能治好你的 其实她找来的那些医生 就有好几个外国医生 他们都没有办法 我这条命是注定留不住的 其实我也不想活了 我转头看她 有些疲倦 算了吧 江灵灵 你回去吧 别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 其实我搞不懂她现在是怎么想的 明明她喜欢的人是顾星辰 现在却一直为在我病床前忙上忙下 可是她这样做只会让我觉得困扰 我没有半点感动 我继续说 你跟顾星辰不是就要结婚了吗 别在我这沾染了晦气 你赶紧走吧 江灵灵红着眼眶 拼命摇头 我不要 林玉峰 我不结婚了 你快好起来好不好 你别赶我走 我就是想陪陪你 我何尝不想让她留下来呢 可是李直告诉我不行 我笑了笑 毫不留情的讽刺道 我都病了 你还是上赶着犯贱 江灵灵 你真让我恶心 哪怕我现在说在扎心窝子的话 江灵灵只是听到时脸色一变 第二天照常出现在我床边 我无视了她 直到顾星辰找了过来 她指着我骂 林玉峰 你太卑鄙了 你就是故意挑在我要结婚的时候生病 想破坏我跟灵姐的婚礼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歹毒 你不是说你要死了吗 你怎么还不死 顾星辰在我病房里大吵大闹 摔了很多东西 她像只疯狗一样 偏偏没人能来拉开她 因为既往北和江灵灵 刚才都被医生叫去了办公室 大概是我的病又恶化了吧 我冷漠地看着她 顾星辰接受不了我这种眼神 她气不过 动手要来打我 她刚抬起手 病房的门就被打开了 江灵灵跑了进来 看到一地狼藉时 第一时间确认我有没有受伤 见我没事 她才把顾星辰拉开 用力给了她一巴掌 谁让你来这里的 你给我滚 顾星辰被打猛了 或许这是江灵灵第一次打她吧 她咬着嘴唇 十分屈辱 声音哽咽地质问江灵灵 灵姐 你实话告诉我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你是不是不打算跟我结婚了 没错 江灵灵回答得很快 婚礼取消 我不会跟你结婚 还有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我爱的人从始至终 都只有林玉峰一个话落 顾星辰彻底疯狂了 她失声尖叫 我不信 我不相信你心里没有我 我皱了皱眉头 既往北找了保安过来 把顾星辰这个疯子拉走 一地狼狈被保洁打扫干净后 江灵灵走过来握着我的手 24章真相大白 她愣了一下 有些迷茫地看着我 眼神就像做错事的孩子 以前只要她做错事情 都会露出这个表情 现在我只觉得讽刺 特别是她刚才那句话 我宁愿她在我提分手之后 一直对我恨之入骨 也不愿意她一直是爱我的 她怎么能一边爱我 一边去做那种伤害我的事情 我接受不了 你说你从始至终爱的都是我 我再一次确认 江灵灵眼睛一亮 立马点头 对 我从来没有爱过别的人 你相信我 真的没有 没有人能比得上你 她声音哽咽 对不起 是我不好 我应该好好珍惜你的 我看着她哭 再也没有半分心疼 只觉得烦躁 我抽回手 厌务地盯着她 江灵灵 你真恶心 你给我滚 江灵灵不明白 我为什么突然转变得这么快 她还想说什么 我却激动起来 用一切我能拿到的东西 直接砸向她 我扯破了输液管 针头划破我的皮肤 伤口血流不止 江灵灵吓到了 急忙把医生叫过来 既往北不允许她再进病房 她也不敢再进 只站在门口 偷着门板上那一小块透明玻璃 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医生帮我止住血 我闭上了眼睛 心里是翻腾的恶心感 原来真的有人能一辈爱人 一边做出那种 伤得对方体无完肤的事情 我之前艾德娜的浪漫善良的女孩 死在了我的回忆里 我用了一晚上才接受这个事实 我一病不起 就连自己上厕所都困难 既往北太忙了 她一天只能抽出一点时间过来陪我 而江灵灵就一直在医院里 从来没有离开过 我很想说她公司不管了吗 那可是我用余生换来的 可是我懒得问了 没有意义 反正我要死了 江灵灵每次进来之前 都会小心翼翼地打量我的表情 只要我表情不算太冷 她才敢接近我 所有事情她都亲力亲为 把我上厕所 洗贴身衣物 可是我依旧没有拿正眼瞧她 有一天 我午睡醒过来 听到江灵灵啜气的哭声 她背对着我 在打电话 爸 怎么办 林玉峰就要死了 我真的好后悔 我好后悔没有好好对她 我眼神空洞地盯着天花板 心里什么想法都没有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有什么用吗 江灵灵跑过来看我 看到我哭瘦的身体 震惊到说不出话来 她突然抬手 狠狠抽了自己一巴掌 我吓了一跳 江灵灵也是 她连忙跑过来阻止她 爸 你这是干什么 是我对不起你们江灵灵低下头 一大把年纪的 硬是留下两行类 江灵灵觉得不对劲 问她什么意思 江灵灵看了我一眼 把当年替我坐牢的事情告诉了她 她一下子撑不住 跌坐在椅子上 她不可置信地盯着我 我爸肯定是在骗我 她在骗我是不是 小明威替我回答了 当初是玉丰死活 不肯让我告诉你 怕你内疚一辈子 她本来想好好挽回 你们之间的感情的 没想到你居然那么糊涂 在外面找了那么多男人 是我们江家对不起她 老天爷看不下去 应该报应我们的 可是为什么这报应 还是落在好人身上呢 其实我想说 让我死了不是什么坏事 或许还是老天爷在眷顾我呢 毕竟留下来的人 是为了保护她 江玲玲颤抖着唇 走到我身边 为什么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她眼面哭泣起来 哭得让我心疼 我却不想安慰她 我好累 我转过头 皱着眉头烦躁道 很吵 你想哭就出去哭 别在这 我看着烦江玲玲顿了一下 可怜兮兮地吸了吸鼻子 好 我不吵你 她果真出去哭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 其实她照顾我这半个月来 她瘦了很多 明明是怀孕的人了 身子却单薄的一阵风 能吹走似的 江玲玲叹了口气 被我说 你这又是何必呢 你明明心里还有玲玲 没有了 我打断她的话 坚定到 从我们离婚的时候 我就对她没有任何感情了 我知道江玲玲站在门外偷听 这句话就是说给她听的 江玲玲走了 江玲玲红着眼眶进来 问我要不要吃饭 我没回答 我开始对她冷暴力 可是江玲玲像是什么 也感觉不到一样 她专门在附近做了个厨房 每天亲自下厨给我做饭 她每道菜做的都是我的最爱 原来她还记得 我以为她早就忘了 她小心翼翼的 用勺子咬了一勺 递到我嘴边 轻声请求道 小枫 你吃一口好不好 这是你最喜欢的油闷虾 这虾很鲜的 我转头瞥了她一眼 说道 我不想吃 吃不下 看着你就觉得倒胃口 江玲玲被我的话刺痛 她拿着勺子的手指骨泛白 她放下勺子 脸色难堪 但是她依旧不肯走 那你自己吃 可以吗 你要是不想看见我 我就等你吃完饭 再进来 我抬手 一下子打翻了她手里的碗 碗里的食物全部倒在她身上 她惊叫了一声 连忙站起身 碗砸在地上 四分五裂 我冲着她吼 你听不懂人话吗 我说我不想看见你 现在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觉得恶心 你给我滚 江玲玲衣服上 还沾着食物的残渣 站在那里 整个人十分狼狈 继往北正好进来 看到这个场景 连忙过来顺了顺我的胸口 你先冷静一点 医生说 你现在不能太激动 病情会恶化的 我都快死了 再恶化也不过一个死字而已 我无所谓 但我还是慢慢冷静了下来 江玲玲收拾好一地狼藉 继往北盯着她 突然把她拉出去说话 两人就在门口 门没关紧 我闭上眼睛时 听力都变好了 我听到他们的对话 继往北对江玲玲说 算我求你 你能不能放过小风 你都已经折磨她这么多年了 就让她在最后一点时间 过个安稳日子不行吗 可是我离不开她 我现在一毕业 都是她死了的画面 继往北 我做不到 我真的放不下林玉峰 都这种时候了 你装申请有用吗 这些年你给过她一点尊重吗 继往北越想越气 直接骂了出来 小风喜欢你这种人 真是晦气 她就是一个傻叉 你都把小三带到她面前了 你公私一出事 她还是立马让我帮你 第26章全说了 江玲玲愣住了 一把抓住继往北的手 你说什么 她帮我 你说清楚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好 你不是要听吗 那我就全部告诉你 既往北气愤的甩开 江玲玲的手 你以为你家破产 为什么能那么快东山再起 是她买了你家的股份 给你的公司注资 她替你爸去坐牢的时候 她还一直惦记着你 叫我一定要帮忙 你为什么能过得这么一番风涮 还不是小风在背后 又出钱又出力 还有你公司这次的芯片危机 也是她在背后帮忙 否则你怎么能那么快 找到供应商这些话 对江玲玲来说 简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她往后晾腔了两步 扶住墙壁才勉强站稳 江玲玲用了好久 才彻底接受了这个事实 她低声谜难起来 是她 原来一直在背后帮我的那个人 是她她崩溃了 身体顺着墙壁一点点往下滑 最后跌坐在地上 她暴息痛哭起来 哭得撕心裂肺 哭声一直往我耳朵里钻 连带着心灵某处也跟着难受 我闭上眼睛 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江玲玲活该 她明明可以跟我好好过日子的 如果不是那些郁郁寡欢的日子 或许我还能多活几年 或许我在一开始 发现身体一样的时候 就会立马跑过来治疗 也不会拖到晚期 江玲玲的哭声让我心烦意躁 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入睡 从大天之后 江玲玲沉默了许多 她一直默默陪在我身边 我一有起床的动作 她就立马冲过来扶我 我厌恶地推开她 别碰我江玲玲不敢动了 像做错事的孩子 她说 好 我不碰你 你慢慢来 我要去上厕所 费力地坐起身 浑身痛得像是要散架了一样 那一刻我许愿 我立马就死去 我的脚刚悬在床边 江玲玲立马蹲下身 迅速地拿起拖鞋帮我穿上 然后退后一步 我不碰你 你慢慢走 我看了她一眼 一点点慢吞吞地往厕所移 江玲玲亦不亦去地跟在我后面 我上完厕所回来 已经到了化疗的时间 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 比之前的还要痛 我忍不住叫出声 喊完之后 我觉得有点丢脸 只能紧紧咬着牙 江玲玲在旁边看着 脸上的痛苦程度不亚于我 好像做化疗的人是她一样 她连忙伸出手臂到我嘴边 疼的话你就咬我 你咬我好不好 小枫 你不要一个人憋着 我看着她那双白镜的手 突然升起一股想报复的想法 我张开嘴 用力地咬了上去 我咬得特别用力 她的手被我咬出血 她最怕疼 可是屈一声不吭 伤口止穴之后 她手臂上留下了一个很深的牙印 哪怕愈合之后 也会留下一个牙印一样的伤疤 一天晚上 我睡得不是很安稳 最近我睡得越来越不好了 可是别人不知道 我也没说 因为我一直闭着眼睛 呼吸很浅 会让人以为我睡着了 这天 我醒后却没有睁开眼睛 尝试再次入睡 第27章 我的孩子 突然 我感觉有人靠近了我 病房里只有江玲玲 除了她还能是谁 我是准备睁开眼睛 质问她大晚上不睡觉要干嘛的 突然 嘴唇上一软 我愣住了 江玲玲在亲我 她吻得很温柔 很怜惜 带着一股虔诚赎罪的意味 但我只觉得恶心 我睁开眼睛 一下子推开她 用力擦了擦自己的嘴角 江玲玲 你可不恶心 江玲玲没想到会被发现 她有些慌张 连忙解释 对不起 我只是忍不住 小风 我很想抱抱你 你让我碰碰你行吗 我总是觉得你就要离开我了 我快疯了 我想确认一下你还活着 我已经很长时间 不让江玲玲碰我了 哪怕是碰一下我的手指头 都会让我暴怒 几次下来 她再也不敢随便碰我 可是我没想到 她居然会趁我睡着 做这种事情 我看她的眼神 像在看一堆垃圾 雨季冰冷 我活不久了 死是迟早的事情 你提前适应就行了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矫情 我没有义务满足你 你要是寂寞难耐 你就去找你的顾星辰 别在我面前 恶心我江玲玲 被我说得脸色煞白 不停地摇头 我没有 我不是想做那种事 我只是想离你近一点 我不会去找任何人 我不会了 小枫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不知道我的眼神有多伤人 可是我是绝对不会再相信江玲玲的话 我让寂望北把她砍出去 不让她进来 我进抢救时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我经常一个人站在窗户边 看着那棵树从绿叶成荫慢慢变成黄叶 我喜欢的秋天好像就要到了 可是我的死期也快到了 之前医生总说让我坐着轮椅 让家里带我下去转转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我都没去 今天我发现空气里多了一分秋意 我突然有下楼的冲动 寂望北最近没怎么去公司了 他把工作搬到病房 一整天都在照顾我 整个人瘦了很多 我看着他 有些心疼 歇一歇吧 工作是做不完的 身体要紧 别最后跟我一样 放心吧 哥们身体好着呢 他虽然这么对我 却还是在电脑前抬起头活动了一下 我跟他说 我想下楼转转 寂望北愣了一下 立马就去找轮椅过来 推着我下楼兜风 今天没有那么热了 我觉得正正好 我希望我能撑到满街秋色的时候 自从上次江灵灵偷亲我的被发现 他就再也没进过病房 这会儿我下了楼 他就一直跟在我们身后 眼神贪婪地看着我 我无视了他 跟寂望北走在人工湖边 聊起小时候的去世 突然 我发现江灵灵朝我这靠近了一点 我厌恶地皱起眉头 你又想干什么 他无措地举起手里的保温杯 我看你嘴唇有点干 说了那么多话 你喝点水吧 我不想碰你的东西 拿走 我说得坚决 江灵灵眼角微红 突然大步走过来 在我发火之前 对我说 小枫 我肚子里的孩子 是你的第二十八张结局 我和寂望北都愣住了 我用了很久 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问他 你说什么 我记得我们离婚之前 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上过床了 他怎么可能怀了我的孩子 此刻江灵灵的肚子 已经开始显怀了 他说 我没有骗你 这个孩子真的是你的 我们离婚前一个多月 你喝醉酒回来 我刚好在家 你碰了我 但是没做安全措施 就是那次怀上的 那一次我的确记得 我本不用喝那么多酒的 可是因为江灵灵 我那天喝了好多 回家之后刚好看到他 我二话不说 把人压在床上 这要算起来 这个孩子的时间 刚好和那一次吻合 我突然觉得好痛苦 为什么在我快要死的时候 我想要的东西 才一样一样的接踵而来 我伸手摸了摸江灵灵的肚子 真的是我的孩子 嗯 医生说他很健康 江灵灵把最近的孕检报告 拿给我看 我忍不住流了泪 因为孩子 我重新默许了江灵灵的接近 我会时常盯着他的肚子发呆 在想以后宝宝长大的样子 我开始积极配合治疗 身体开始有所好转 让我有一种 我能再多活一段时间的错觉 江灵灵常常拿着我的手 放在他的肚子上 你摸 他又在替我了 我久违的露出了笑容 孩子这么活泼 以后性格一定很像江灵灵 江灵灵低头 看到我的笑容不禁愣住 因为我很久没有笑了 他一直盯着我 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忍不住慢慢低下头来亲我 他吻上我的唇 其实我很抗拒他的接近 可是我忍着恶性 却没有推开他 因为我的手还放在他肚子上 孩子是能感应到的 我不想让孩子感觉到 父母是不恩爱的 我想让他知道 我很爱他 不管男孩女孩都好 江灵灵见我没有推开他 欣喜若狂 慢慢加深了这个吻 我重新改了一竹 留了很大一部分财产 给我的孩子 就算以后江灵灵公司破产了 这笔钱也能保抬一辈子 无忧无虑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江灵灵说 他给孩子起了名字 男孩叫林念玉 女孩就叫林念峰 我知道这名字的含义 但我没有反对 点了头 同意了 窗外的树叶开始变黄了 落叶纷纷 我好像等到了我最喜欢的秋天 唯一可惜的是 没能等到我的孩子出生 我的手辅上江灵灵的肚子 让他凑近一点 对着他的肚子说 爸爸爱你 说完这句话 我的手往下掉 心电图成了直线 警报器开始响起来 江灵灵也慌张地冲出去喊医生 我又被推进了手术室 只不过这次我是被盖着白布推出来的 其实人死之前 对外界还有一点感知的 我听到了江灵灵撕心裂肺的哭声 他在我耳边沉默 一定会好好照顾孩子 我知道他会做到的 所以我才敢这么一走了之 没人知道 其实我死之前 最后浮现的是第一次 江灵灵出现在我面前的样子 青涩勇敢 笑容明媚 风吹过 我听到自己加速的心跳声 全文完